江丰眠和于紫渊牵着魏无羡的手,便匆匆赶往了云梦江市的莲花雾,走进去的那一个瞬间,似乎能感受到两个孩子目光灼灼的视线,两人只是微微一笑摸了摸两个人的头,轻笑一声说道, 哈哈,这是魏无羡,阿羡,就是我的两个孩子,女儿江雁离,儿子江成,嗯,姐姐可能比你大一点,所以你叫师姐或者姐姐都可以,她的话你就叫弟弟或者师弟都行,叫名字也行,于紫渊,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你认识一下吧,他们两个有点区别的,你认识一下无妨,江成和江雁离, 看着这个戴着银色面具的少年人,尽管他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他那一身出众的气质,还有一身不凡的衣着,听到他名字的那个瞬间,他们两个便也就明白了,眼前之人,就是他们阿爹要找很久的人了,虽然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但不知为何,他们好像第一时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名为魏无羡的男子,你好啊,我叫江雁离, 你可以叫我师姐哦,你好,我是江成,可以叫我名字,江丰眠和于紫渊看了看,几个孩子相处十分融洽的样子,那个瞬间的时候,牵着对方的手,就朝着别处匆匆离开了,可是看着对方的眼神,似乎也能够明白,那几个孩子相处十分融洽,但不知为何,总是感觉这个孩子,像是少了点什么, 蓝鹰,魏无羡,冷冷的声音响起来的那个瞬间,魏无羡只是站在旁边并没有说话,静静的眼神看着他们,似乎还准备听他们说什么,江成自婉吟,你的话怎么这么少,你该不会是不喜欢跟人说话吧? 阿成,你别逗阿线了,我去给你们准备点吃的 知道了,阿姐,看着江燕离一步又一步离开的那个瞬间,魏无羡不知想到了什么,正准备站起身的时候,突然被眼前的这个人抵住的那个瞬间,听到他有些低沉的声音 江成自婉吟,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你,他的眼神非常认真的看着自己对面的这个戴着银色面具的魏无羡,似乎想要透过这双眸子看到什么,可是他却失望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江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可是他像是陷入了什么回忆之中一样,看着,被自己进步在怀中的魏无羡,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接着一句 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人模糊,可是,那个人长得很像你,但是他的话特别特别多,可是我好像把他丢了 江成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伤感和失落,而魏无羡却震惊地睁大的双眼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做了一个和前世一模一样的哦,虽然他说得模模糊糊,甚至是不清不楚 但是他有一点说得很对,前世的他真的话特别的多,可是他不想原谅了 就这样相安无恙地过了好几天好几天,魏无羡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人,又看了看自己 他觉得自己怎么也融入不到这个大家庭,里面他原本就不属于这里 他是一个天生黑暗的人,又怎么会得到阳光呢? 魏无羡,要不要留下来? 留下来吧,魏无羡,我我还要几天,还有几天就要走了,你在陪我晚几天吗? 江燕离,对啊,到时候,我也要走 阿线,你再陪我们多晚几天吧,好不好? 魏无羡着实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着他们这样的那一瞬间 魏无羡的第一想法是,要不要再留几天? 好,在他们的面前,他就是魏无羡,在怡陵卫世所有弟子面前,他是他们的师尊,更是宗主 可是曾经发生的一切,真的能够当作没有发生过吗? 哪怕他现在装成没有事情的样子的他,真的是他吗? 不,他只是变了,变得让人冒山,让人恐惧,甚至让人害怕 其实他也愿意做那个少年人 可是没有人给他机会做那个少年人呀 每一个少年人都有一个机会和他了他的,机会都给了他们 他为一生的机会都被他们一点一点地抛下了 看着眼前的两个少年少女,他没有想过要责怪眼前的两个人 他是云深不知处的小师叔 可眼前两个人的身份又是不同的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他不能忘也不敢忘 因为他怕再一次受到那个彻骨的疼痛 他不是一个冰冷无情的人 他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心 他不是一个不会轻易流眼泪的人 他只是没有到伤心处,不愿意流泪 他说过的一切,所有的话都像是一场谎言 魏无羡站在莲花处,站在莲花屋 看着对面的莲花栩栩如生 江城江艳离看着站在岸边的魏无羡 向他招了招手,有点开心地说着什么 魏无羡并没有着急走过去 他们似乎有什么事要聊 但是并不集中 走过去的时候,魏无羡一直在想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被毁灭了 那么这些人还在吗? 阿诚,时间过得有点快啊 对啊,阿姐,转眼之间又要去伊林卫视了 魏无羡这个人好像挺好的 就是啊,不太爱说话 嗯嗯,其实我感觉阿线的身上藏着很多秘密 但是他不太爱跟我们交流和说话 似乎我们之间隔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一层隔层 我也有这种感觉 阿姐 魏无羡,快点过来吧 江城看了看还在岸边的魏无羡 明白他是为他们考虑便有些高兴地笑了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笑容好像有心底就很容易笑出来 似乎在很早很早之前 他们就已经见过了 好像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 和他在一起 不要伤害他 他虽然很清楚 那段声音是从他的心底发出来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是为什么会出现 只要是眼前之人出现 必定有那个声音的出现 那个声音很激动 又明显的很沮丧 他暂时不想去明白这个声音 突然出现的契机 他只想知道 这个人究竟对他们云梦僵尸是有害还是没有害 但是这么久的相处以来 好像并没有看得出 这个人想要伤害云梦僵尸 或者是想要在云梦僵尸常住的意思 魏无羡 你知道云梦的 莲子吗 嗯 看着满堂的荷花 还有荷花旁边的莲子的莲棚 魏无羡看了又看 江城看他有点不敢下手的样子 瞬间摘了一个下来 递到了魏无羡的手中 你放心大胆地吃 在云梦可不是没有我江城说不算的 我可告诉你云梦的莲子 可是在云梦独一份的 哪怕是其他地方有的都不如我们云梦好吃的 你吃吧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成熟了的 太老的话不太行 嗯 突然从远处游览了几个船只船只上 还有几个竹兜 竹兜里面已经装满了 已经可以吃的莲棚 师姐 师兄 你们不用摘了 我们已经摘好了 哎 这个公子是 我有无羡看了看 他们又看了看站在他们身后的江燕里 听到他们有些疑惑的声音 看着他们的时候 魏无羡便想听听 他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何身份 怎么样 小六 莫非你对这位公子很想熟知啊 这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以前一直想要找的那个孩子 当然 他现在是我江城的兄弟 哈哈哈哈 大师兄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说的好像我们要欺负他似的 再说了 我们又不会欺负他 这是你兄弟 就是我们的兄弟不是吗 阿县是弟弟 你们这些个 快先回去吧 省得阿娘又得说你们了 嘿嘿 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回去 你们就别摘了 连棚和偶都已经弄好了 现在回去直接弄就可以了 看着近在眼前的莲花莲蓬 甚至是入眼的便是莲花物中的莲花 莲叶莲蓬 莲子 谁家有欢快的鱼儿在游荡着 似乎就像是一个个调皮的小孩子在玩闹西水 这所有的一切都太过美好 只是不属于他 魏无羡而已 他魏无羡曾经生活在这里 可是如今的他却不是这里的人 如今的他是怡灵魏氏的宗主 是姑苏兰氏的小师叔 是整回世间唯一生存的天命之子 他不想当救世主 他只想好好地活下去 前世他就已经被他们活活地逼死了 为了他们 他好像失去了太多 直到汉天突然出现两道十分惹眼的身影的那个瞬间 并没有出现开口的时候 只是静静地看着三个孩子仍在莲池中央游荡的时候 他只是在想 这个孩子虽然话少 但是性情应该是很好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戴面具 但是他想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孩子像极了他 他们好像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虽然他已经走了 但这个孩子还活着不是吗 夫人 于子渊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外面人留言 如何我不管 他是无辜的不是吗 不论他发生过什么 他始终是个孩子 他比阿诚大不了多少 也比阿诚小了很多 虽然 我觉得他和那个少年很相似 但是我得说一句 江峰眠他是他 他不是他 江峰眠 我知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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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